的確現在身體健康最重要了 但是來看看 現在大家日子過得這麼苦 又要防疫 很多人經濟又受挫 什麼會 看到什麼會覺得療癒 居然大家 覺得是看總統的臉書 被罵爆的理由是什麼 大家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去蔡英文總統臉書去看看 如果你有去看的話 就會發現她只要一發文 下面 全部都在痛罵 蓋樓 大家狂罵 狂打臉 這樣子他們說大白話 在那邊防疫 大內宣 PO文PO得好看 下面罵得更難看 狂打臉 就他們看不到 他們看不懂 來看看蔡英文的PO文 其實來看的是 記得4月6號的時候 她不是召開防疫會議嗎 還說什麼 我們的政策 要求什麼新台灣模式 要重症求清零 要有效管控清症 重症有清零嗎 來看看數據 真的很打臉總統 你看我們的6月9號 死亡數字已經加211 突破了200例 這還是檯面上的 現在很多人在質疑 死亡好像可能也有黑數嗎 中重症加575 還有人提出 說死亡是不是也有校正回歸 你現在看到死亡數字 也不見得是真正的死亡數字嗎 6月10號 死亡一樣破200人 中重症一樣加500多人 對 好6月11號一樣死亡 又破200人 中重症又加446人 你看看這樣的數字 叫做重症求清零嗎 零在哪裡 不只沒有零 而且多到可怕嚇人 這比例相當高 告訴大家 現在大家日子都過太苦了 看很多人說 看總統蔡英文臉書發文 然後看他被罵爆 變成一種療癒的方式 因為大家真的覺得 這個政府讓大家活得太辛苦了 6月1號 好 蔡英文總統 她不是在委員書發文說 鼓勵小朋友接種 鼓勵小朋友來接種疫苗 要提升兒童醫療的量能 給他們最多最好的照顧 在6月10號也PO文 說三項的防疫新制新規定 新政策等等 但是你看下面 罵友留言全部罵翻天 大家都說你不要活在元宇宙裡面 好不好 可不可以放過人民 不要一直玩你的貓好不好 說好的超前部署 大家真的是罵翻了 但是我們總統蔡英文都看不到 好 不知道是沒看到 還是裝看了也沒感覺 也沒有回應 反正就繼續活在另外一個平行宇宙裡面 繼續PO他的大內宣 然後不管上面已經蓋樓蓋到爆的 所有的台灣的民眾 好 另外還有這個PO文 最新的PO文 這個用專業化解不安 是科學家的使命 他PO出了跟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員 何美香的這樣的一些研討 但是是用科學防疫嗎 是有專家背書嗎 又被罵翻了 告訴大家 大家趕快去看看 蔡英文的臉書 他只要每PO一篇新聞章 下面就罵爆 好 網友都說 甚至有人開始真的是黑色幽默了 說這個看流氧版覺得很療癒 更多人看清事實了 更多人 台灣人民的眼睛更多是血亮的 更多人知道真相了 不過當然來看台灣的真相 真的很慘 我們的小朋友 2歲的小女童 4歲的小男童 6歲的小男童 8歲小男 10歲小男童 在昨天又新增5例的兒童 NISC的這個症狀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台灣這樣的一個情形 整個比例可以說是越來越高了 台大醫師呂靜一就說 未來一個月 恐怕會167例 一年內聽清楚了 恐怕有650例 這樣的小朋友染疫之後 出現很嚴重的一個 NISC的一個狀況 一年650例 其實來看的是 很多人都說 台灣現在真的面臨一個 有史以來的 非常嚴重的一個海嘯的 死亡的高峰期 剛剛提到的兒童的多系統 發炎症候群 也就剛剛提到的 NISC的累計 已經達到8例了 不過還記得嗎 6月5號陳時中信心滿滿 說6月10號疫情應該會反轉 確診數還有死亡數都會下降 但是死亡數超級不給面子 剛剛也提到了 每天都是最近這幾天 每天都破200 醫師沈貞南也說 如果長者致死率沒有上升 一天出現200例死亡狀況 會是消失的一個停行 但是台灣為什麼會死亡數字 一直站不下來呢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來看專家怎麼說 新北三歲男童夢夢可愛的模樣 在告別式上的螢幕播出 夢夢從確診到引發猛爆性腦炎 短短三天就過世 兒童不只腦炎 多系統發炎症候群 MISC累計也達到了8例 專家警告接下來一個月 恐怕會出現167例 6月5號陳時中信心滿滿 說6月10號疫情應該會反轉 確診數及死亡數都會下降 但死亡數字很不給面子 6月9號到6月11號 連續三天死亡人數超過200人 總統蔡英文在臉書 PO出三項防疫新措施 馬上被網友留言灌爆 有人說放心個頭 我們藥到底夠不夠 還有人嗆連續三天死亡破200 這樣還敢說趨緩 台大公衛教授詹長拳 她日前示警 台灣染疫死亡數十三天內半倍 速度全球第二塊 贏得陳時中大為不悅 但本土死亡累計已經破3000例 4成1確診三天內死亡 把第五類法船變成第四類法船 第四類法船以後 你看我們的流感 投藥投得多快速 所以我們流感的死亡率 真的會降得很低 指揮中心要把持這個權力不放 但這個是個很糟糕的事情 雖然本土確診數字取緩 但死亡率居高不下 專家認為如果不從制度改變 還會犧牲更多寶貴生命 記者余盛行王一仲 台北報導 指揮中心之前不是宣布今天 是不開防疫記者會嗎 不過就在剛剛我們收到最新的訊息 傳出了指揮官陳時中確診這樣的消息 而根據最新的了解 陳時中早上的時候 他覺得喉嚨不太舒服 快摘的結果是陽性 而通訊診療判定是確診了 目前症狀輕微 在工作上你看這張照片 就是昨天王必勝所PO出的照片 其實陳時中跟很多人近距離在開會 並沒有維持這個社交距離 所以跟他有密切接觸的人包含了 疫情監測組的組長周智浩 還有發言人莊仁祥 醫療應變組的副組長羅怡君 以及王必勝 目前快摔的結果都是陰性 而疫情指揮中心也表示說 陳時中居家照護的期間 將由副指揮官陳宗燕來站待 隨不影響防疫的工作進行 先帶您來關心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跟各位說明 陳時中指揮官 因為上午自覺有相關的症狀 所以他自己使用 將用快篩試劑檢驗 那結果是陽性 以透過通訊診療的方式 判定為確診 那將進行居家照護 那目前身體狀況良好 令近日與陳指揮官接觸的 疫情監測組組長周智浩 他有發言人莊仁祥 跟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怡君 及黃必勝 那都已經完成快篩 結果都是陰性 那目前身體狀況良好 無症狀 那將持續落實自我健康監測 那指揮中心指出 陳指揮官在居家照護期間 指揮中心人會持續進行 防疫的工作 那指揮官的相關業務 將由陳副指揮官 中宴站帶 那陳指揮官 議會透過電話 及視訊的方式 掌握各項防疫的工作 的進行 好 衛福部長陳時中確診於是 目前最新的消息 總統府的發言人 張誠涵 稍早在領書表示說 總統蔡英文認為 陳時中擔任指揮官 兩年多來 為防疫工作勞心勞力 幾乎未曾休息 希望陳時中能夠好好休養 來早日康復 不過陳時中應該是 沒有得到B.A.5 因為現在 新一代Omicron B.A.5 現在才開始在 全世界的其他國家正在流行 我們台灣的案例跟數量 其實相對來得少 非常的多 但是接下來 要小心了 前台納感染科的醫師 臨時畢業被問到了 擔不擔心 邊境不是政策要放鬆 放寬了嗎 改為3加4嗎 這些新的病種病毒 會不會馬上下一波 就要進來呢 天啊這一波都還沒搞定 對不對 下一波又要來了嗎 你來看看他所貼出的 新冠趨勢圖 表示從新冠的住院的人數 還有加護病房住院的人數 以及死亡人數 這幾項來看的話 波動其實都相對有限 不過其實相關的變種株的 這個腳步 其實從來都沒有停下來過 而以英國數據來看的話 Omicron變一株BA.2 好 點1等等等等 相關的亞變種 還是相對成長的 比BA.5還有BA.4 來得來得快 不過林氏璧醫師認為 這些Omicron表妹們 已經出現一陣子了 並沒有明顯的做大 增加的速度還算是有限 也可以說 並沒有像BA.1跟BA.2一樣 快速的席卷世界 他表示說真正敵人 下一株最重要的 這個變種 最恐怖的變種病毒 可能還沒有出現 不過以這兩年多來 每半年左右 就會出現一種 新的病疫株來看的話 可能也差不多 即將要出現了嗎 這真的是聽了專家的話 我們都覺得很猝 但是病毒就是會不斷的變異 不過當然 這個來看的是 我們確診康復之後 會怕出現後遺症 當然來看的是 女子在領書社團分享 自己開車回家到一半 突然忘記身在什麼地方 直到看見路牌 才恢復了正常 因為這個腦霧 記不起來自己在幹嘛了 直呼很像電影失智的狀態 告訴大家 根據了國內患者的統計 確診者分享的後遺症 已經高達三十一種 而其中常見排名也出爐 帶您一起來直擊 確診後最怕的就是 留下後遺症 一名女網友在臉書分享 自己開車準備回家 突然瞬間忘記自己人在哪裡 周遭環境完全陌生 看到路牌時 整個人才恢復正常 真的像電影演的失智 天文一出引發不少確診者共鳴 有人回應 忘了待了十六年的公司電話 明明知道 卻突然叫不出那樣東西的名字 還有人分享 忘了提款卡的號碼 因此被鎖卡 出現被稱為腦霧的各種現象 醫師說可能是腦細胞壞死 必須長期治療 頭腦產生一個 這個錄音帶 洗帶的一個概念 腦部的附件 就是心事活動 慢慢地去把它這個建立回來 其實不只腦霧 有媒體根據國內社交平臺 確診者經驗分享 加以統計 已出現三十一種新冠後遺症 包含皮膚長疹子 身經系統 消化系統 到內臟系統 以及肌肉骨骼系統 都會留下症狀 國內新冠後遺症排名也出爐 第一名近視失眠 第二第三名是不斷的咳嗽 及呼吸很喘 第四和第五 則是昏昏欲睡和疲勞 以及記憶力變差 和注意力無法集中 可見肺部和腦部後遺症 南瓜前五名 醫師表示若症狀持續 甚至影響生活 最好及早就醫 可透過醫院開設了 康復者門診 儘早治療病況 記者黃醫師長 翔宇台北採訪報導 好 當然這一波疫情 除了後遺症之外 很多人都在關心的是 這個確診遺體 才因為是否要24小時內火化出現了爭議 但告訴大家 全國的藏儀商業同業工會現在大爆料 爆料什麼呢 他們說不只殯儀館 連醫院都拒絕 讓確診者遺體在院內來入鏈 也導致殯葬業者 只能夠把確診的遺體裝入時代 抬到停車場或是路邊來入鏈 可以說是他們認為相當不人道 殯葬業也喊話希望相關單位 可以跟醫院來溝通 設立臨時的入鏈區 殯業者要接走確診遺體 沒想到被拒絕在醫院入鏈 疫情之下不但殯儀館不讓確診遺體入鏈 連醫院也不給個場地 殯葬業者只能把車開到停車場 在擁擠狹小的空間狂噴消毒水 做簡單入鏈儀式 有時候甚至只能在路邊入鏈 不只殯業者大喊不人道 許多民眾也看不下去 確診遺體才因為火化時程出現爭議 現在又因為沒有入鏈場所引發批評 中央確實連個入鏈程序都搞不清 而遭指控不給入鏈的是台中的醫院 台中市民政局長的回應 聽起來也是沒轍 也要考慮到中央的規定家屬的想法 這部分還要再來溝通 殯葬業請求政府設立臨時區域 讓確診遺體可以入鏈 讓往生者得以善終 記者綜合報導 所以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